每日神话 跟随神之人的生死轮回 再讲跟随神之人的生死轮回 这就涉及到你们了 你们可得小心注意地听着 你们先想想 在跟随神的这一部分人中间 分几大类 神选民和效力者 就是神的选民与效力者这两类人 先说神的选民这一类 这一类的人数不多 所谓神的选民是指什么呢? 神在创造万物的时候 在有了人类的时候 神选定的一部分 要跟随神的民众 简称神的选民 神选这一部分人的时候 有一个特殊的范围 也有着特殊的意义 这个范围就是 这一部分人在神每次做重要的工作的时候 必须要来 必须要来 这是第一个特殊性 那意义是什么呢? 既然是神选定的一部分民众 他的意义就很重大 就是神要做成这一部分人 要成全这一部分人 在神经营工作结束的时候 神要得着这一部分人 这个意义重不重大 所以这一部分选民对神来说很重要 因为是神要得着的人 而效力者呢? 我们先避开命定者是 先来说效力者的来源 效力者字面的意思就是效力的 效力的就是临时的 不是长久的 也不是永远的 是临时雇来的 临时招来的 这一部分人的来源 大部分是从外邦人中间选出来的 到他降生 就是定规他要做神 做宫中的效力者的时候 也可能他的前世 是任何一种动物 但也可能他的前世 是外邦人中的一个 这是效力者的来源 我们再说神的选民 神的选民死后 也要去到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与外邦人 还有各种有信仰的人 要去的地方 是完全不同的 是一个有天使 有神的使者陪伴的地方 是一个神亲自管理的地方 尽管在这个地方 神的选民不能亲眼看到神 但是这个地方 是有别于灵界的 任何一个地方的 这是这一部分人死后 要去的一个不同的地方 他们死后 也有神的使者 对他们严格审查 审查什么呢 审查他们这一生当中 信神所走的路 在这期间 他们是否抵挡过神 是否咒骂过神 是否有什么严重的犯罪与恶行 经过这样一番审核之后 就决定了一个人的去留问题 去指什么 留指什么 去指的就是 根据他的行为来决定 他是否仍然留在 神的选民这样的一个队伍范围中 留指的就是 他能继续留在 神在末世 要做成的一个人类的范围中 对于留下来的人 神会有特殊的安排 在神做工作的每一个时期 他会打发这样的人 来做使徒 或者做教会复兴的工作 或者做教会牧养的工作 但是能做这样工作的人 不是很平凡的 像外邦人一样 按着一代又一代 这样的轮回 而是按着神工作的需要 神工作的步骤来轮回 这样的人并不是常常来投胎转世 那这个来有没有规律呀 是不是几年一来呀 有没有这样的频率呀 也没有 根据神的做工 根据神的做工步骤 根据神的需要 没有定规 唯一定规的 就是在末世 神做最后一步工作的时候 这些选民就都来了 他们的都来 就是指最后一次的轮回 因为什么呢 这是根据 神做最后一步工作 所要达到的果效而言的 因为最后这一步工作 神要把这些选民 都完全做成 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这一部分人 在最后这一个阶段 如果被做成 被成全的话 那就不再像以前一样 有轮回 就是做人这个过程 彻底结束了 轮回的过程 也就彻底结束了 这是留下来的人 那不能留下的人 上哪儿去了呢 不能留下的人 有一个合适的去处 首先 因着他的恶行 因着他所犯下的错误 所犯下的罪恶 一样要受到惩罚 受到惩罚之后 神会根据合适的情况 把他安排在外邦人中 或者把他安排在 各种有信仰之人的 这个范围里 就是说 他们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受了惩罚之后 再次轮回 有可能就是在一些教派里活着 一种有可能就做了外邦人 如果做了外邦人 那就没有任何的机会了 但是如果做了一个有信仰的人 比如说做了基督教中的一员 那还有可能再次回到 神的选民这个队伍中 这里有着很复杂的关系 总之 如果神的选民 做了触犯神的事 一样要受到惩罚 比如我们之前 所提到的保罗 保罗就在受惩罚 这就是一个例子 这里的事 你们听没听出点眉目来 神的选民这个范围 固不固定 大部分是固定的 大部分是固定的 少部分怎么就不固定了呢 这里提到的最明显的一个 就是作恶了 作恶了 神就不要了 神不要了 就把他打到各个人种 各类人里去 那就没希望了 很难再次回来 这是关于 神的选民的生死轮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